假如老师上课教你对接甲方 2 上课了 一个都学自己Q2业绩挺好玩 你以为你们这是高中的 高好玩就轻松了 做乙方是没有轻松那天的 都收收心 新一课Pu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同一起跑线 之前业绩差的 这个Q都跟上 行了 这次对接甲方全国卷真题拿出来 讲一下 拿全国假卷还是全国乙卷 来选择提提提 甲方说 违款要等财务走账 我这帮你催一催啊亲爱的 他想表达的是 A 违款很快就到了 B 他要热心帮助你 C 等着吧 违款且到不了呢 白给的题啊 不讲了 第二题 甲方说 这个项目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你们可以自由创意 以下说法非错误的是 谁选错误的了 反复强调注意审题啊 别觉得这个题出的绕 等你们看到甲方的需求 比这个狠个绕 来看看选项啊 A 甲方对这个项目并非没有要求 B 目前 甲方并非想要让你们自由创意 C 既然没有要求 那一定可以搞过 也是啊 注意审题啊 注意B选项前面的目前 不讲了啊 下一招 所以到底选什么 第三题 三方在与甲乙方对接过程中 主要维护谁的利益 A 甲方 B 乙方 C 以上选项都不对 这道题讲讲吧老师 这道题超光了啊 等大家开始接触三方之后再讲 来 选择题第四题 甲方对接人说 我们老板不理解你们这个方案 以下做法可行的是 A 给出一本新方案 B 再和对方解释一下这个方案 C 找到这个方案里难以理解的地方 稍微修改一下 这道题啊 是一道B考题 讲一下啊 来 你选的什么 我不会 这道题不会 那就是根本没搞明白人家出题人的意图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呀 啊 考的是该不该改方案吗 不是啊 这道题考的是甲方对接人和甲方老板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都觉得甲方对接人和甲方老板的立场是一样的 不是啊 你讨厌甲方老板 甲方对接人也讨厌老板的 他们也被老板折磨呀 他们一下给你把这个巷子弄完事啊 你让他们愿意给你们对接墨迹这些啊 所以这道题你要做的是什么 给甲方对接人提供搞定他们老板的条件 所以这个C选项 修改一下这个方案里难以理解的地方 是不是提供了条件啊 所以这道题是不是选C 是 谁说是 明显的陷阱选项 你的方案里没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啊 甲方老板看不懂是因为他没仔细看 或者是因为他外行看不懂 你的方案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B 和对接人解释明白了 让他帮你去跟老板解释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哎 果然有种陷阱 人对接人傻呀 他帮你去跟老板解释啊 人老板否掉的东西 他还能去说 哎老板啊 你没看懂你再看看吧 老板说不行的东西 他们是不敢反驳的呀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A 给出一版新的档案 人对接人哪儿去跟老板说 老板你说的对 他们按你说的重做了一个 你看这个方案是怎么怎么回事 这样才有可能通过啊 同学们 戴老师 重新做方案工作量多大呀 谁说让你重做了 人选项里说的是 给出一版新方案 来 谁说一下 给出一版新方案 和重做一版新方案的区别 谁能说一说 都不知道区别啊 别华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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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华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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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